虽然自己身体的外伤好了 可是心却残了 相信很多伤者也是跟我一样 我游郑仲站在这里 像去年10月21号 坐上6432列车的所有车上的朋友们 致上万分的牵引 这一九年的时候 我们才赫兰发现 原来花了这一千八百万的ATV有关政治系统 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出力 在第一时间 我不知道 掌握话语权的人 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态 要带什么样的风向 要护制什么样子的政治目的 竟然在媒体上面 读书发到 说普悠玛跟ATV的永端军事 没有办法相议 现实的情况是 是相容的 因为赵桥事故 台铁寄取教训了吗 大理事故 台铁寄取教训了吗 其实事发至今将满周年 台铁在所有的制度面 有改革 有改革吗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驾驶员 他愿意开一台报病的列车出去 身为驾驶员 又何其忍心让所承载的旅客受伤 其实面对伤痛 要疗愈 真的是很难 从事发当时 我接受检调的真讯 我就一直希望 立刻还原事实 找出真相 所以我没有举了他夜间真讯 我也希望 检调第一时间 就能公布所有的录音档 但是他跟我说 那么多听不完 时刻即将到来 我讲跟这十八位 离难者说 你们没有白白的牺牲 因为你们让台湾 在运输上 成立了运安会 那你们也没有白白的牺牲 因为你们让全民 不要再曝露到 在高风险当中 因为终于知道 台铁告诉大家 有装远端监控系统 可是普悠马 他没有装 他没有装备 disse 他也没有装运 过 中国人 都没有装着